出現後場的失誤可以讓林玉璇或者是黎晶雲可以有不錯的勝門的位置 曾淑兒斷球之後控制下來回一球之後 借杯這個Buzeta Buzeta當時也是引來一陣話題 現在看一下這次黎疑問並沒有越來越前方 現在兩名邊峰其實在奔跑上前後接應的任務真的是挺吃重的 這場比賽很清楚知道黎晶雲是這場比賽很重要的一大關鍵 所以黎晶雲的站位剛剛希特拉英勒米也一直在示意說他應該要站在哪個位置 才會是一個比較好去做接球的一個方向 更勝潘興宇這個四傳四陣的一個傳球 這是被對手給拿下來之後來看一下新北航圓這邊 中路並沒有辦法直接進行進攻 回到中間回到中間 看到編路之後可以看到台中環境回防的速度是非常快 但是收入圓比賽 並沒有辦法有太多表現的林宇璇給KEEP下場 那麼就來看看在奈利琴能不能夠帶給台中環境 四代的前鋒好手 蘇宇璇目前是十一刻進球 那排名在進球拍 第一站的時候其實是 西北航圓這一側是先一球領先 最後才被台中環境三球的逆轉 前場的斷球之後 來看一下曾淑兒集挺 林靜雲的一個情況 其實分了之後應該是希望隊友是直接可以有射門 集挺之後曾淑兒 有六路但是沒有人可以選擇上前射門啊 這一次可以看到楊阿涵來去跟蘇星雲的這一次的配合 蘇星雲的那一次的傳球給了楊阿涵一個很好的調整的時間 這一次收到進去內 楊阿涵 後場上的一些危險 中場真數而回撤的比較深的一個情況下 趕緊從後場一路帶到前場 但西南萬一二米 拼接著速度把這球可以攔截下來 再分到右路 西南萬一二米 很受扣性的一個轉身 但是可以看到 曾淑兒這邊 正規時間十分鐘不到 所以就看看這十分鐘不到的時間 哪一方可以有 較好的一個射門機會 曾淑兒 曾淑兒這一次的傳球 蠻差強人意的 對隊友的想法完全 這並不是在一致的 由一般剛剛想要接球 這 接球不成 反而要得要趕快的回家 到自家的後防線來參與防守 封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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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